龍蝦的甲羅蕭 神經病 豪華多 賓燒有這種感覺很重要 不單是儀式感 那種開心的氣氛 一邊燒一邊喝酒一邊聊聊 但真的你的辣粉很重要 少少辣 但這個煮法也是功不可門 很好吃 淡淡肉沒有浪費 淡淡肉再加龍蝦的膏 好味道 大家好 今晚我約了Hilda 你知道她喜歡吃海鮮 亦不抗拒內臟 今天讓我找到一間又有海鮮 還包含內臟的餐廳 剛才她打電話我 她說已經在上面等我了 我趕快和大家喝這杯 就上去開餐了 上去先 Hilda 不好意思 真的遲了幾秒 你不是遲了幾秒 你遲了不知幾多個星期 你經常都已經是回內地拍攝 所以我等你帶我去吃東西很久 所以這餐不容有失 對 先喝一杯 很久不見 很久不見 這是白飯魚 對 這是白飯魚 就這樣炸已經好吃了 加上這些 更多了一層海鮮的香氣 魚春 真的喜有此 你想不敬你一杯也不行 魚春也讓你知道 上面還灑了一些黃花魚春 有些像我們意大利人 他們有些是 鮪魚子 磨在海鮮上 磨在意大利上 即是差不多這樣 本身是炸得脆 很脆 白飯魚本身真的沒有味 但是我不知是它的 抹茶 其實已經是夠味 再加上有些鮮味 對 真的 你說得對 有些うまみ 好 送酒 沒有得頂 這次你帶我來這裡 其實有什麼特別 你曾經說過很多次 我很喜歡吃海鮮的 這間不是開玩笑 兩樣都有 海鮮的內臟 海鮮我不驚訝來到這裡 但有內臟又有些特別 甲羅蕭 又是送酒 又是下酒神物 味噌很香 蟹味很香濃 是蟹肉的濃縮版 這個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有時候就算在日本吃 有時候味噌偏甜了很多 這些偏甜 你吃不到蟹肉的甜味 但這個又不是 沒有什麼甜味 反而你吃到蟹肉的鮮甜味 有時候味噌的味道很霸道 沒錯 我們有一點蔥 有一個清新的感覺 這個好吃 很快第二杯 就是想這樣 開始的時間 下酒的小食好 那就很重要 因為當時大家清醒 是 雖然我和你都應該挺清醒 喝了 喝了 給什麼都好吃 但你有打底 我知道 今天有沒有吃 是的 他們剛剛說 真的忘了吃 忘了吃 忘了吃 你以Ricky的老朋友的名字 那就可以是我們給錢扣你 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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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 大家是否留言給你 留言就可以了 好 大家可以吃著 喝多一杯 是的 可以享受美食 美酒 好吧 在這裏身體健康 嘩 你看看 很漂亮 這顏色 唐揚的安康魚乾 很奶油的質感 很滑 質感 很滑 而且肝臟的味道很濃厚 它回味很油腸 我現在還在享受 是的 那種魚鮮的味道 那些肝臟的質感 還有那些培甘的味道 還在口中 哇 剛才那隻龍蝦 是的 跳跳扎那隻 嘩 這個期待 這個龍蝦 很新鮮 剛才看到 它現在這個肉質 我很喜歡 我覺得不要點任何東西 先吃第一口 我自己覺得 它的肉質是很挺身 如果麥克風收音就好了 是很挺身 很彈牙的 它就傻一聲 傻一聲 對 海水的味道和肉質的甜味 你都吃得到 我們說得對 原味還可以體驗到它 自帶用的甜 爽口的質感 懂得吃 好吃 這個很厚 我這次也要先用鹽 剛剛吊起了味道已經夠了 我覺得有一點鹽 它的甜味還更突出 會 稍後還有一些秘技 就是我們吃完之後 它在一個殼貼著的肉質 都壞了出來 放在頭上 嘩 好像做甲羅蕭一樣 這樣做 快點快點快點 第一次看到 嘩 這麼乾淨 嘩 糕和龍蝦肉的香味 厲害 這個步驟 平時他們會幫我們做 但我們兩個在這裡 不用客氣 我們自己來吧 嘩 龍蝦的甲羅蕭 神經病 這個很香 這很香 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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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燒就是有這種 感覺很重要 不單是儀式感 那種開心的氣氛 你覺得是 嘩 一邊燒一邊喝酒 一邊聊聊天 等一下 其實很快已經聞到 因為殼在燒著 已經有香氣 怎麼了? 冷靜點 好香 好香 哇! 它是薄薄薄的 哇! 向你招手了 我忘記了 我不知道你那隻要不要 Kilda 我那隻就一定要 你以為你要? 先給你 你知道我喜歡吃辣的 好香 你不要說味道 你這隻粉的生蕉的香味很出 是不是? 正正就是剛才黏在頭的肉 一點都沒有浪費 不說那麼多 先吃了 讚一讚辣椒粉 鮮味是出了來的 那個膏很香很香 我很喜歡這樣消化 但真的你的辣粉很重要 少少辣 但它的煮法也是功不可門 好好味 淡淡肉沒有浪費 淡淡肉再加上龍蝦的膏 好味道 原來可以這樣做 這個辣粉是不得了 但剛才的瓶好像跟我之前見到你 已經升級了 又是那些 香港喜歡有手信 一定會記得 因為有你整個樣子在這裏 你的樣子是有多辣 這個真的不得了 你不喜歡也好買回去打鑊 買了再說 一來已經聞到那個山椒味 其實有時候辣粉最重要是那個混合 不要只是辣有些香氣 不同的香料在辣之中透出來才行 你只辣死辣就不好吃 它這個做法是高超過我們學的那些 這是佛蘭西菜 只懂得熬湯做汁 真的好吃到不得了 試一下蟹腳 你看 熱辣辣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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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來來來 海鮮我覺得燒是另一個境界 這個香味是很不同的 最能夠是提升它的鮮味和香氣 嘩 嘩嘩 嘩 嘩 燒是真的可以增加它的香氣 還有它的鮮度 燒的時間 即是剛剛好 剛剛好 不需要燒太久太熟 現在中間還很汁 極致的味道就是這樣 不得了 不得了 這裏厲害了 內臟來了 嘩 這個魚腸 嘩 你看 嘩 魚腸 全肉生薑燒 沒試過這個組合 不單止是魚腸 還有這個魚錶 嘩 加上魚錶 魚腸一點都不韌 又沒有腥味 吃下去爽爽的 又爽爽滑滑的 魚的內臟 配這個豬肉這樣做 我覺得是 令整個菜式有加成的效果 因為 譬如我吃魚內臟這樣炒 是很好吃 很彈 但是 少了一股肉的重口感 豬肉也是一定要的 有肉味之餘 它吸收了一些汁 你咬下去的時間 補回魚腸 只有爽脆 辣粉 辣粉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少少 配上豬肉 魚腸 還要加少許鹽 加辣粉 會令它的香氣多了一股 這個麻煩你留一股給我 我拿一張這麼大張給你 這麼大 是 你說的 當然 當然 這個是我們叫扣 這個挺大 就是我們經常吃的 鯇魚大魚的魚腹 很小 但是這個 是龍躉尺寸 這個 這個就厲害了 他們叫做鰻魚肝 鰻魚肝 再加這個魚臼炒芽菜 沒錯 我剛剛吃了魚臼 有一點海心的感覺 單的 但中間是軟身的 配上芽菜 剛剛好 到鰻魚肝 鰻魚肝 有點甘甘 這個就是日本人很喜歡的那種 魚的內臟 乾 再加少許膽汁的味 我們整條燒不湯肚的 秋刀 秋刀魚 很多日本人都不喜歡湯肚 因為他很喜歡內臟的那種 少許回甘的味道 但這個就是那種 比較近肚位的位置 其實他吃起來有少許 甘甘的 苦苦的 配上去其實整件事不漏 噴火 那裡面是甚麼來的 噴火鮑魚 昆布香 融入了鮑魚 對 好香 幸好他們夠橫皮 不聽經理說 嘩 對 一半的時間已經夠了 五分鐘就夠了 五分鐘就夠了 我常常覺得質感很重要 食材質感夠不夠彈牙 嘩 完全 有韌的感覺也沒有 沒有 你看看 很容易咬開 對 好可以 好可以 所以我覺得昆布非常重要 是 昆布的香氣在裡面 真的好像海洋一樣 對 濃縮海水的味道 是滲入鮑魚 那裡 香氣是不足夠的 這餐真的把我最喜歡的海鮮 和內臟 這樣都放在一起 是 謝謝你 厲害嗎 我也覺得自己厲害 這個節目是 ORANGE提供的 提供